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得越来越近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不喜欢推杯坏盏了 不喜欢玩闹刺激了 竟然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书 一个人默默地旅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那些表面上是朋友的人懒得敷衍了 那些心里面惦记的人 不厌其烦地陪伴着 这些年 圈子越来越窄了 朋友越来越少了 生活越来越近了 但奇怪的是 心情越来越好了 不喜欢自己的东西 一度以为老了 可后来才慢慢知道 是我看透了 改变了 一 当你到了一定年龄 便学会为自己减负 十人千万 只有二三 留在心间 有些人 知道他和你交往 都是虚情假意 不过表面寒暄 就减少往来吧 有些事 知道计较 就会伤害自己 较真 就让自己不痛快 就看开 看淡吧 我们在爱前行的路上 要学会给自己减负 减少没必要的往来 减少鸡毛蒜皮的琐事 让自己心清静一点 才能发现 岁月多么静好 有些朋友 越处越空虚 干嘛交往呢 有些感情 总给你委屈 干嘛继续呢 及时止损 美好的岁月 别为不值得的人浪费 与其在喧嚣中 让自己闷闷不乐 不如在寂寞中 修一份 宜然自得 二 当你到了一定年龄 便懂得 为自己增压 如若你看不上 现在的自己 那就加倍努力 如若你不满意 眼前的现状 那就全力以赴 没有人 能给你想要的生活 只有你自己 把自己成全 那些所谓成功的人 都不是热热闹闹 就通向成功的 没有轻而易举的成绩 只有勤更不错的努力 越是成熟的人 越默默耕耘 怎么在人前诉苦 因为他们知道 你有多耐住寂寞 你的未来就有多出色 人生最难走的路 大多都是一个人熬的 选择沉默 有苦不说 敌力前行 不忘初心 并是我们最该做的事 家庭的重担 勇敢扛起来 生活给你压力 你就还他奇迹 三 当你到了一定年龄 并开始取悦自己 有些缘分留不住 随他去 有些感情变了心 别戳破 人啊 有时候沉默 不是放弃 也不是懦弱 而是学会了保护自己 不为不值得的人争论 浪费情感 不为不值得的事努力 浪费时间 真心那么贵 谁也不觉得你卑微 学会取悦自己 想做什么 努力去做 做不到也不后悔 真心陪伴的人 多些付出 付出的快乐 就是收获 与其融入低质量的圈子 不如选择高质量的独处 想去的地方 有空去看一看 有些人能拓宽你的心胸 井也一样 人啊 不要总想着取悦谁 来获取安全感 真正的安全感 都是自己给自己 自己为自己买单的人生 才最踏实 好了 这就是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了 喜欢我们的分享 欢迎给我们留言哦 我是彤彤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